我班转来一个插班生 面容娇好 却因小时候突发高烧而行走不便 暴雨那日他摔到水坑半天爬不起来 我好心伸手邋遢 却被他家人打上禽兽的名号 他家人不依不饶 闹到教育局 我被学校开除 就连媳妇也带着孩子执意跟我离婚 一时间我成了过街老鼠 还落得妻离子散的结果 那天晚上 我走上了烂尾楼顶 在恍惚中却不幸坠楼而亡 再睁开眼 我回到了班上转来新生的那天 禽兽 人渣 这天下竟然还有这样的老师 呸 不要脸的 柳如烟的爸爸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丝毫不顾摇摇欲坠的女儿 口中的唾沫比雨点还大 狠狠地砸在我脸上 柳如烟的妈妈一屁股坐在地上 开始嚎了起来 老天爱 你睁睁眼啊 我们好好的姑娘遇到这样一个老师 这还让我们怎么活啊 而我 只是见行动不便的柳如烟摔进了水坑 伸手拉了他一把而已 不料这一幕在柳如烟爸爸妈妈眼中 我竟是在趁着做老师的便利猥胁自己的学生 柳如烟见他爸妈如此 本就不善言辞变得更加难以表达 只能拼命摆着双手 为我辩解着 谁知他爸妈见词 闹得声音更大了 柳烟啊 你别怕 我们不会再让这个人渣伤害你了 来往的人越来越多 最终我们都被叫进了校长办公室 柳如烟父母表面愿意调解 转头向教育局举报揭发学校包庇得行有亏的员工 学校只好将我开除 回到家中 媳妇刘云骂我枉为人师 不知廉耻 坚决要带着孩子跟我离婚 一时间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全世界抛弃了一般 明明半月之前 我还是家中顶梁柱 也是我所在学校的名师 历年优秀班主任 可现在 我站在这烂尾楼的顶上 自己的前半生像电影一样 在脑中闪过 一阵恍惚中 我不小心一脚踏空 像一颗流星一样 向地面坠去 大家好 我叫柳如烟 面前的小姑娘怯怯地低着头 蚊子般小的声音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背 光洁如初 不是死之前全是被烟头烫过的模样 我 重生了 重生在柳如烟刚转来的这一天 内心纠结了几秒 我还是像上一世一样 将行动不变的塔安排到了教室的第一排 因为知道柳如烟有那样一对父母 这一次 我决心保护好自己 不仅如此 我还要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 一旦我有足够的能力 我会亲手将柳如烟父母送进监狱 眼下 我需要做的就是冷静 折服 寻找能够打倒他们的证据 可我没想到 命运再次和我开了玩笑 下午我刚到校 便看见上辈子害死我的元凶之一柳如烟父母 正一左一右站在我办公室门口 柳如烟爸爸眯着眼看着我 一脸横肉在皮笑肉不笑下堆积在一起 旁边站着的妇女明显比他看起来苍老几分 见我走上前来 唯唯诺诺地冲我打着招呼 季老师 您 您好 现在不能冲动 我忍住想要上前抱揍两人的心 扯了扯嘴角 你们是转校生柳如烟的父母 我努力装出平静的样子 表面上 我正在按部就班地询问着 关于柳如烟的基本情况 实际我早已按捺不住 想要叨人的心了 没办法 我实在不想见到这两人 非必要的话 我只想在送他们进监狱的那天 再与他俩碰面 匆匆几句话打发走这两人后 我快步走到操场的角落处 想要吸根烟平复平复自己 再见仇人的心情 我所在的这所学校绿化极好 操场四周的大树郁郁匆匆 要有人刻意躲在树后 掏出一兜里的烟河 便听见一个声音传来 你看妮子这班主任咋样 出于做老师的警惕 听到班主任几字 我停住打火的手 耐心听了下去 他那班主任我提前打听过 家里已经有婆娘了 还有一个娃子 你知道这种人最怕什么吗 另一个人边说边黑黑的笑了起来 他这一笑 顿时一股寒气从脚下窜到我头顶 赵怀君 柳如烟的爸爸 那他们口中的班主任 便是我了 瞬间我想明白了 上一世 我被柳如烟父母抓住不放 我只当是自己行为不够妥贴 带来的后果 原来 我只是被恶狼盯上了 果不其然 术后的人又说了起来 傻婆娘 当然是怕妻里子散了 只要咱们抓住她和妮子 不正当关系这一点 不怕她不出血 大概是两人说的太问我了 似乎看见钞票向他们飞去 竟哈哈哈哈大笑了起来 好 这一世 就让我看看究竟是谁倒霉 我悄悄退出操场 丝毫没有影响 那正在策划大计的两人 新学期开学 学校组织了收心考试 由我们班主任监考 考试第二日 我手持金属探测仪 正在未即将进入考场的考生扫描 教室门外传来吵吵闹闹的声音 我心无旁骛地继续自己的工作 不料门外有人大喊我的名字 纪博打 你个禽兽 你给老子滚出来 一时间 教室里学生也沸腾了起来 我只好走出教室 大概是我的重生带来了蝴蝶笑应 柳如烟的父母没能等到半月后的暴雨 竟早早找上门来了 不知这次 两人又要用什么理由来害我 看我走出教室 柳如烟妈妈柳桂兰 一手插腰 一手对着我指指点点 一点不像第一次见面 那个唯唯诺诺的模样 大家快来看看哦 就是这个纪博打 趁着考试 用手在我女儿身上摸来摸去 可怜我女儿啊 遇到这样一个不要脸的老师 哎呦喂 我的女儿啊 可怎么活啊 柳桂兰脱长个音调 不顾形象地摊在地上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她真是一个爱女儿的好妈妈 我却知道这一副憨厚的表皮下 藏着怎样一副蛇蟹心肠 在他俩合力围攻下 校长出现了 看见这一幕 校长像上一世一样 连连为我说话 不会的 这位家长 您是不是误会了 纪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优秀班主任 不会做这样的事的 看见校长和周围的老师 纷纷下场为我证明 赵怀君不紧不出 反而声音更大了 我管他优不优秀 优秀班主任就一定是好人吗 现在这个社会上 不要脸的人多了 他边说 边冲我方向催了一口 那个词叫啥 对 道貌岸然 他既不答是个道貌岸然的货 你们包庇他 你们都是一个窝里的 赵怀君骂得正起劲 警笛声响起 两个警察快速上前来 请问是谁报的警 当然是我了 不多说有困难找警察吗 我可得用警察 好好治治这两个人的臭嘴 警察同志 你们好 我报的警 我举报有人蓄意诽谤我 我死死盯住他们夫妻二人 加重了蓄意二字 很快 我们一行几人就被带去了警察局 到了警局的赵怀君夫妻 依然战斗力爆表 丝毫不耸 大声嚷嚷着 要让我这个人渣身败名裂 一个年轻些的警员上前 让他俩声音小些 没有查清事实真相 不得随意嚷嚷 结果柳桂岚又使出了绝火 屁股蹲 一屁股坐在地上边哭边骂 都说人民警察最正直啊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和学校的老师 就是勾结好了的 欺负我们小老百姓啊 还有没有天理啊 柳桂岚越唱声音越大 年轻警察告诫他 撒泼打滚属于影响办案 他看了眼无动于衷的赵怀君 非但不把警察的话放心上 反而更泼了 是不是纪博打给你们送礼了 不像我们小老百姓没钱啊 这简直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啊 看完这出好戏 我掏了掏耳朵 决定不和他们绕圈了 我举起手中的入盘 警察同志 我有证据 当初 我在操场听到赵怀君夫妻要陷害我时 我便在门卫室以手机丢失为由查看了操场监控 早些年间 有学生偷偷钻小树灵丸失踪 学校为了安全 在操场安装多个摄像头 这是大家都知道 但柳如烟的父母却不知道 生生将他们要诬信我的证据送到了我的手上 找到该时间段的视频后 我便快速考进了自己的入盘里 留着举证这俩夫妻 现在相关警察也看腻了他俩的嘴脸 听说我有证据 便迫不及待将入盘里的视频播放了起来 这段视频具有完整性 且不是我私自透露的 来源绝对合法 因此 当场就被宣布该右盘可以作为本次案件的证据之一 同时 警察也去问及柳如烟相关事件 柳如烟像上一世一样 例证的我清白 所以 这件事最终以我的胜利而告终 虽然本次事件带来的结果尚不严重 但赵怀君夫妻的丑恶嘴脸已经伤害到了警察同志 因此他俩当场就被狠狠教育了一顿 并按照相关法律对其除以五日的拘留 除此之外 他们还上交了五百元罚款 看着两人骂骂咧咧 一脸肉疼却又不敢反抗的嘴脸 我感到一阵舒爽 总算是替自己出了口恶气 就当是钱菜吧 让他俩提前熟悉熟悉坐牢的滋味 从警局出来 我顺路去了医院一趟 准备取学生前两天做的高考体检的体检单 谁知我一去医院 就被负责人拦住了 他面色沉重的叫我到一旁 季老师 您班上有没有一个叫柳如烟的学生 看着我疑惑的眼神 他开门见山地递给我一张患有急性白血病的检查单 上面清楚地写着柳如烟 如果说重生而来 我绝不会放过曾伤害过我的人 但对于柳如烟 我却很矛盾 她是我仇人的女儿 但她也是曾带给我温暖的人 前世我被赵怀军夫妻诬陷 柳如烟曾拖着不变的身体去学校帮我求过校长 甚至当着来往学生的面扑通一下跪了下去 但她不知道 开除我的决定不是校长一人可以左右的 后来 我受不了压力 不小心在恍惚中结束了自己憋屈的一生 结果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大概是怨气太大 我的灵魂并没有消散 跟着赵怀军夫妻四处飘倒 因此 我也亲眼看见 短短几日 这个纯洁的小姑娘在内心的纠结和痛苦之下 竟得了重度抑郁症 她以为她将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 便能逃离愧疚 便能为她父母赎罪 我也以为看到身患重病的女儿 她的父母会痛不欲生 会后悔自己一步步将自己女儿害到如此境地 谁知 赵怀军夫妻不仅没有一丝伤心 反而成天用板车拉着柳如烟 堵到学校门口 声称是学校的不作为和老师的不道德 害了他们女儿 人群来来往往 柳如烟却像行尸走漏一般 柳桂兰夫妻却毫不在意 只在乎学校能给多少赔偿款 本该是花一般的年龄 却成了父母牟利的工具 再看看我家那小子 自出生以来 不说锦衣玉食 也是衣食无忧了 想到这 我心中又生起了对柳如烟的怜惜了 如果柳如烟没有他们这样的爸妈 小姑娘的人生会不会 一个邪恶的想法突然在我脑中浮现 我拿着柳如烟的报告单 又去了一趟拘留所 柳桂兰到底是女人 这才拘留第一天 就嚷嚷着要我找警察放她出去 我没理她 甩出柳如烟的检查报告 直接告诉她即兴白血病可以治疗 但费用高额 得知柳如烟得了白血病 她比自己被抓进拘留所才震惊 嘴巴半张着 双手无意识地扭脚在一起 但柳桂兰不愧是柳桂兰 像上辈子一样无情 看着轻生女儿的体检单 她双眼一转 立马给了结论 我没钱 死女子轻霸死地走 我跟赵怀君在一起才几年 我们哪有钱给她治病 白血病 那不是有钱人才治得起的病吗 我们穷人不行 活了死了都是她的命 为了逼她一把 我又添了一把火 你是柳如烟的监护人 她现在得了病 你们就是杂锅卖铁 卖房卖血都得救她 否则 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 柳桂兰一听我这样说 果然上到了 监护人 那我是不是不做她监护人 就可以了 我装作生气的一拍桌子 像说漏嘴的样子 演了个实诚实 无耻 你以为你写一份放弃声明 再去公正一下就可以了 你难道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吗 你还配为人母吗 看着涂抹横飞的我 柳桂兰反而冷静了 当场向警察提出 需要执笔的要求 看着我无能狂怒 她一字一字写得清清楚楚 恨不得立马拿着声明去公正 好像晚一秒 就会被人架着去卖房卖血 拒救自己女儿的命 与此同时 我在网上查了各类治疗 急性白血病的资料 网上说90%的白血病可治 但费用在50万以上 且急易复发 好在我还有工作 还有一套婚前买的房 既然已经打定主意 要资助柳如烟了 我便得腾出手 处理好自己的家事了 晚上回到家 刘云和儿子济思江 正坐在电视前 看刚上映的喜剧片 儿子笑得前腐后仰 刘云却兴致缺缺缺的 半眯着眼盯着面前的茶几 这一切只因她下午 收到一封匿名信 刘云有一个前男友李江 在跟我结婚后没多久 李江犯事进去了 他俩便断了联系 上一世我被学校劝退 心灰意冷回到家中 刘云大骂我不是男人 跟我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在捣胃口 还问我见不见 给别人的儿子养这么大 我那时才知道 这么多年自己的媳妇 从没爱过自己 而自己放在手心 疼了多年的儿子 也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就连名字也 李江 济思江 难怪啊难怪 有一次我出公差回来 好兄弟赵刚曾问我 如何让一个男人 从一米六快速变成一米八 当时我笑骂他无聊 又从哪找得破岗 后来知道刘云出轨后 我才懂了谜底 多戴几顶绿帽子就好了 万念俱灰下 我跳了拢 现在 看着刘云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决定帮他做个选择 宝宝 我忍着恶心继续说道 我把咱们房子 抵押了贷款 贷了五十万 哦 你看着办 神 什么 刘云起初还没反应过来 等反应过来我的话 整个人从沙发上弹射而起 西伯达 你疯了 有什么需要你 贷那么多钱的地方 你今天不跟我说清楚 咱俩就 就离婚 对 离婚 果然 他毫不犹豫提出了离婚 我心中冷笑一下 继续输出道 其实后面可能 还需要贷更多的 我打算全额 负责一个患病孩子的治疗费用 可能会到砸锅卖铁的地步 小云 你这么善良 一定会支持我的 对吗 啊 刘云就像视频里的土布鼠一样 冲我吼道 滑稽又可笑 他这会儿处于愤怒中 自然也就想起了 匿名信中的内容 小云 我要出狱了 你快登了废物纪博达 记得一定要带上咱俩的儿子 由于刘云将他和李江的关系 瞒得很紧 而我多年来 对祭司江的疼爱不作假 他定想不到我只重生而来 匿名信自然也是我给他设的套 原本按照刘云的想法 即便要和我离婚 也要分得一半家产的 现在嘛 他怕自己挽走一秒都会被我拖下水 该跑起来才对 因此 刘云听完我的深情发言 狠狠瞪着我重生了离婚 我的债务他不背锅 我的财产他也不眼红 只要儿子判给他就行了 最终 我与刘云两天就办好了离婚的一切手续 我看着自己的离婚证激动不已 却还得装得伤心欲绝 刘云以为等待自己的是康庄大道 呵呵 就让他再做两天梦吧 柳如烟父母居留结束后 便急忙去公正了断绝亲子关系 甚至舍不得花钱带女儿再去体检一次 再一次让我坚信了柳如烟父母 不配为人父母的想法 只是看着如烟呆呆愣愣的样子 我内心十分酸涩 只好拍拍肩膀告诉他 每个人的人生只有自己才能选择怎么走 不要被别人的选择所作用 在得知我要资助他时 他默默地擦了擦眼泪 从这天起 我不再养别人的儿子了 由于年龄限制 我无法收养如烟 但我会像对待女儿一样真心对他的 尽管现在的他 还陷在自己被抛弃的负面情绪中 但我相信 用不了多久 他就能走出来 走出自己新的人生 如烟真的很让人心疼 在他被欺养的那天 他便从自己亲生母亲嘴里 听到了自己患癌的消息 后来我提出要资助他 他却小心翼翼地问我能不能不治了 我狠狠地骂了他 请好价带他飞去省院 当初在县医院做体检 价格便宜 却检查得也简单 而在省院 需要检查的单子一大堆 支付宝里的钱 也肉眼可见的趋近于零了 但索性 如烟在一个医护人员中 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爱护 心情也越来越明媚起来了 这才像一个花期的少女啊 我近几年参与了几项 国家级课题研究 与国际文化赛事 各类奖金算下来 也有小市几万了 我将这些钱提现出来 准备随时应对即将到来的手术 这日 如烟的主治医师找到我 我激动地问 是不是如烟的病有救了 韩医生摇摇头 哀声叹气地看着我 我的心一下被高高提起 想到可能会失去的一条生命 眼眶酸涩到了极点 扑辞 韩医生竟笑了起来 如烟胎雅 得的不是急性白血 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 各类检查做下来 确定无疑了 我正正地不敢信 县医院也是我们县最好的医院了 会误诊吗 但看着眼前语气坚定的韩医生 我打心眼里 希望之前就是误诊 我得快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如烟 我赶到病房时 如烟正在帮旁边病床的一位老太太 搭配衣服 老人一边微笑着点头表示肯定 一边示意护士不要打扰他俩的游戏 我便也在一旁静静看着了 十分钟过去 如烟终于做完手上的事 抬头注意到了我 一瞬间 他脸上露出的笑容 让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在这段时间里 看似我在帮助他 其实只有何尝不是 他对我的救赎呢 自众生以来 我时常会梦见自己跳楼 却在半空中后悔的场景 我怎会如此怯懦 重来一次 我总算选择了不一样的人生 从后悔自杀的梦眼中醒了过来 再看了看如烟铺在床铺上的 各色衣物搭配 我觉得还真不错 正感叹于他的手巧 身旁的老太太发话了 孩子 我想要培养你做我的接班人 我虽然不认识这位老太太是谁 但他说话的口气 让我觉得他该视为人物 果然 还没等他揭秘 病房里的小护士先叫了起来 您就是大家刘婉容女士啊 我说怎么看着有些眼熟 刘女士啊 搭配大家 某音上粉丝千万级别的呀 我的天哪 到第一次见到活的偶像了 我从不玩某音 自然不知道这些 但我也知道千万粉丝是什么级别 如烟听到小护士和刘女士的话 不但丝毫考虑地看向我 我一切都听季老师的 最终在我的拍板下 如烟选择了保留学籍 暂时留下和刘婉容女士学习色彩及色彩搭配 当天下午安顿好如烟 我便自己坐车回县城了 刘女士速度真快 当天晚上便出院 在某音上宣布自己找到了心仪的接班人 如烟虽微露面 却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兴趣 大家纷纷下场猜测接班人的身份 甚至推动了微博超话神秘接班人究竟是谁 这股风吹到全国各地 就连我身边的同事也在私下八卦 看到这一切 我笑而不语 我只要如烟这个好孩子好好的 而如烟自从跟在刘老太太身边 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 每日里和我电话 都要不断说着自己又得到了老太太的表扬 拜月后 刘老太太参展时将如烟带在身边 高调宣布自己的作品 由自己和不满十八的孙女如烟一同完成 这一日 整个微博都瘫痪了 未成年天才如烟 刘老太太后继有人 天才少女惊掉下巴 未出师 身价先翻千倍 看到如烟能拥有这个好的未来 我真心感恩不曾放弃的我们 可惜有的人 像老鼠屎一样 总想坏这一锅粥 如烟走红的第二天 微博出现了新的热搜顶了上来 六旬老母跪求离家女儿回头 视频中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跪在院中 手上抱着自己离家出走女儿的照片 哭诉着自己对女儿的思念 在她的故事里 女儿如烟从小懂事乖巧 他们本盼着女儿能承欢膝下 谁料女儿爱上了自己早有家世的高中老师 为了和老师在一起 不惜离家出走 女儿如烟以及老妇人手中抱着若隐若现的照片 都引领着网友网易的地方想去 瞬间 这个视频红遍全网 就连学校的同事也对此有了一些猜测 我不想去理会这些事 毕竟谣言止于智者 柳桂兰的一张嘴也没法把死的说成活的 只希望如烟在刘老太太那儿好好学知识 不要看到这些糟心事 谁知柳桂兰的视频变得越来越火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发起捐款 支持她去找女儿 甚至有人询问人渣老师的地址 声称要上门为民除害 我请来做律师的好哥们 说明了前因后果 将所有材料整理为证据 只等子弹停下的那刻 忙完一切已经到十点多了 还没来得及和如烟聊聊今天的生活 正想着如烟的电话便来了 季老师 对不起 是我 我给你惹麻烦了 听着电话那头的抽气声 我仿佛又看到了前世喝下百草枯的 那个无助的小姑娘 如烟 永远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是个麻烦 季老师相信你 会有成为真正大神的那一天的 眼下 你需要潜心或留奶奶好好学东西 不要被这些事情影响了 好嘛 在我的安抚下 如烟终于止住了 要回来的心 我还特意提醒他 如果接到柳桂兰夫妇的电话 可一定要录音啊 挂完电话 我疲惫的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跟不讲武德的人打架 可真费尽而啊 我颠了颠手中的证据 哎 谁知 第二天 柳桂兰又有新动作了 我正愁证据不够多呢 这可真是瞌睡来了 枕头到了 在第二个视频里 柳桂兰为了证明女儿 与老师私奔的真实性 晒出自己女儿在小医院 做流产手术的相关单据 上面明明确确写着 柳如烟早孕流产等字迹 他妈的禽兽啊 他柳桂兰竟然颠簸到这个地步了 亲手抹黑自己亲生女儿的名誉 我思前想后 决定打电话去和如烟商量商量 接下来该如何应对 重来一声 如烟可不能再被他们毁了 季老师 你快看 同事转发了一条链接给我 我打开后发现是如烟正在直播 镜头里的如烟正对照着柳桂兰 所发的两个视频 一点一点放出反驳证据 在柳桂兰的视频中 如烟简直是被我们老两口 捧在手心里的女儿啊 她离家出走 我们快要急死了 如烟冷静地卷起自己的袖子 露出被鞭打的旧伤 赵怀君是我继父 我从小受到她的各种毒打和辱骂 顿时骂柳桂兰的弹幕满天飞 有了后爸可不就是有了后妈妈 这赵怀君怎么不一鞭子 抽死这老娘们啊 柳桂兰可真有脸 这叫捧在手心 呵 醋意 还有更粗鲁的骂法 可真是人老屁股松 放屁响咚咚咚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老巫婆你在这放你他妈什么屁啊 在柳桂兰的视频中 如烟在前一段时间去了医院 一个女孩独自去做这种手术 我们当妈的 真的是心疼啊 应对这一幕 如烟拿出自己一次白血病的诊断证明 以及柳桂兰断绝亲子关系失血的声明 那一天本该是我的生日 可我的亲妈柳桂兰女士 为了逃避待我就医的责任 很心公正了 看到如烟痛苦的低下头 我一边难受 一边酷醒律师同事上岗了 至于柳桂兰女士所提供的流产证明 也是伪造的 如烟揉了揉泛红的眼眶 继续道 证明上的姓名是柳如烟 而我 在她提出断绝关系的第二日 便去改了自己的姓 日期和名字完全对不上 眼看网友的情绪更加激动了 比当时叫着要干掉我还要激动 我本打算打个电话 让如烟不要再自己伤疤了 如烟突然接到一个连线请求 看着熟悉的头像 网友纷纷央求如烟答应连线 看看对面那人能说出什么来 连线接通 柳桂兰扑通一声跪下 大声哭了起来 我的女儿啊 妈妈错了 妈妈后悔了 你能不能回到我身边啊 接下来 柳桂兰用她强大的肺活量 给众多网友展示了 什么叫一口气吹牛 上天不在话下 在她口中 对女儿的鞭打 是妄女成凤的严格要求 无意伤害女儿尊敬的老师 只是因为害怕女儿年纪小小被骗 而放弃对女儿的治疗 是因为家贫 只有自己放弃女儿 才会有好心人出自救女儿 她忍着失去女儿的心痛 夜不能累 只要女儿好就行 现在 看到女儿好好地站在面前 她再也控制不住 对女儿的思念了 哪怕是对自己女儿跪下 她都无怨无悔 只希望女儿 能给她以此原谅的机会 回到她的身边 可惜这一届网友并不是傻子 看完她的表演 纷纷表示柳桂兰是表演型人格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再点进柳桂兰的直播间 弹幕已经盖住了整个屏幕 嘴嫌就去舔马桶啊 别在这儿瞎巴巴巴 女儿有病抛弃女儿 女儿现在好起来了 你回来了 你家点超级坏了吗 没点避数 但是也有关心老人的 天冷了 多盖点土 别出来瞎蹦的 看着自己直播间 突然涌出来的好多乌烟会雨 柳桂兰终于受不住了 一个猛子扎下去了 这时 另一个身影出现了 赵怀君对着瘫倒在地的柳桂兰 竟狠狠踹了一脚 怒骂道没用的老不死 连女儿都骗不回来 随即 将柳桂兰手中的塑效救星丸拿走 扔到垃圾桶中 尽管如烟心软 拨打了120 但等救护车到楼下时 柳桂兰已经失去生命体征了 而赵怀君所做的那一切 都被网络记录了下来 连带着我提前搜集的各种证据 都成为了对着他心脏的一把把尖刀 自此 柳桂兰夫妻俩一个去地府报到 一个去监狱报到 如烟在我和刘老太太的开导下 渐渐走出了被再次伤害的阴影 解决了柳桂兰夫妻 也算是给上一世的自己报了仇 我又很快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工作中去了 至于刘云母子 忙着处理如烟的依应事宜 我也没来得及顾及 直到纪思江 哦不 应该是李思江再次出现在我家门口 这日我刚处理完学校的依应事务 老远便看见家门口半蹲着一个人 走近一看 竟然是李思江 我和刘云离婚刚满一月 算下来她的白月光也该出于几天了 眼前的李思江看起来不只是闷闷不乐 整个人眼中暗淡无光 毕竟是自己爱大的孩子 眼下看到她的窘境我也不免有点心酸 可转眼一想 刘云带着她离开那天 她在刘云的教唆下不耐烦地对我翻着白眼 一点不顾及我对她疼爱十几载 瞬间我的心又凉了几分 你来干什么 我没好气地问道 刘云也真是放心 毕竟才十来岁的小孩 竟让她乱跑 爸爸李思江面对我的询问 口中涅如 甚至不敢抬头看我 我想了想 还是拿出钥匙开了门 门刚一开 拐角处冲过来一个人 闯进了屋子里 看着身影 我心中冷笑一声 也大步踏进屋内 身后李思江也扭扭捏捏跟了进来 一打开灯 刘云披头散发的样子 着实吓我一跳 仔细看去 就连脸上都有几道抓痕 像是刚和人拼过命 和我在一起时 她虽不像贵妇太太一样 做着高昂的衣美 涂着漂亮的美甲 但也是永远是穿着得体大方 两边的头发 梳得整整齐齐的 就眼下这种情况 还是头一遭 见我打量她 她的眼中顿时蓄满眼泪 企图用老战术来打动我 纪博达 我不为所动 纪哥哥 我不小心又出声 有事说事 别恶心人 大概没想到离婚时 还肝肠欲断的我 怎么突然变了脸 刘云像一口蟑螂 堵在喉咙里一样 满脸憋得通红 不得不说 她的心理素质是真强 也就冷了五秒吧 迅速调整了过来 我对你是有感情的 当时是你不和我商量 就将房子抵押出去 我才一气之下提出的离婚 现在我想明白了 这个世界 只有你最爱我 我也最爱你 我们复婚吧 况且 我们复婚对小江也好啊 你总不想让自己儿子 生活在单亲家庭里吧 说就说 她还用手扒拉我 想打断我的思路 让我继续被她披握 我才不上当 别 你和我复婚 让小江叫我爸爸 我怕小江爸爸死都死不安宁 得从地下爬上来来找我 就这一句话 刘云的脸刷得一下变白了 笑话 刘云是什么人 上辈子我就领教过了 她以为自己带着小江 只要等到李江刑满释放 便能和李江有情人终成眷属 顺便继承继承 李江家里的百万财产 可李江坐牢十几年也没学乖 出狱没几天就集结人手与人火拼 在混乱中被人捅死 而刘云与我离婚后 等了几天没等到李江来接他们娘俩 便带着儿子找上门去 才知道李江的死讯 以及李江在狱中时 他的家人便给他物色了一个未婚妻 出狱那天两人便领了证 在火拼事件发生后 李江的未婚妻 火速给他安排了骨灰撒大江活动 然后继承了李江的大部分财产 等到刘云母子找上门去 对方建议捧灰都不曾留下 不仅不能证明孩子是李江的肿 还被李江的未婚妻抓了个满脸是伤 并且扬言 若是他们还敢去 别去一次打一次 这下 刘云看清了现实 李江的死鬼是一点不能指望啊 金又想掉转头来找我 我请问 凭什么呢 我是什么狠贱的人吗 从厕所拿起一把黄黄的马桶刷子 我就将他俩赶出了门外 李思江到底是小孩 脸皮薄 看到这一幕只默默走远了些 刘云却不死心 还在冲我叫嚷着 纪伯答 你忍心让小江流落街头吗 他才十来岁啊 咱们俩彼此原谅 回到以前开心的一家三口不好吗 我无语的翻了翻白眼 拴 Q 我不想再当大冤种吗 走好不送 说完便框的关上了客厅门 外面流云的叫骂声越来越大 我不耐烦的戴上耳塞躺在床上 爸 我拿到了色彩搭配全国一等奖 已经提前被呼一大破格录取了 看到小姑娘发来的短信 我的心里顿时充斥着喜悦和骄傲 重来一世 我远离了上一世的纷纷扰扰 感受着救赎和被救赎的双重能量 不仅成就了自己的人生 也助就了他人的未来 全文完